女人的心思是很难猜的 若女人不想告诉你她的心思 你是很难猜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女人生气了 男人还在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女人为什么生气 她若不想告诉你 你就不用再猜了 因为你猜也猜不出来 女人最不想让男人知道的四个秘密是什么呢 一 曾经有多少个男朋友 情侣之间最忌讳是提到前任 所以女人基本上不会说 她曾经有多少个男朋友 因为她怕引起对方的不开心 顾及对方的感受 所以她总有多少男朋友 这样就变成秘密 只有她心里自己知道 第二 第一次的初吻给了谁 少女时期会因为喜欢某个男孩 而把自己的初吻给了她 对女孩来说这是甜蜜和难忘的 也许自己经过很多年后 也会想起这件事 但是她不会告诉自己现任的男朋友 第一次把初吻给了谁 因为她怕引起对方的猜忌 也怕对方伤心 三 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童真是男人对女人都比较重要的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女人的第一个男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对女人的初业情节 男人都想占领女人的第一次 但又希望自己的女人还是纯洁无瑕的 所以后来这就成了每个女人心底的秘密 四 自己是否真心喜欢这个男人 都说结婚的那个人 不一定是自己此生最爱的那个男人 再美再好的爱情也会被现实打败 最好都会选择那个最适合自己的男人 不会选择那个自己最爱的男人 你之所以结婚了 是因为觉得性格合适 家境合适 但绝对不会说出心里的话 所以就这样将就过一辈子